你好, 财经揭露, 喂, 大家好 这条片出现是12月18号, 星期一的上午啦 那我们这一节就讲讲股的 没错没错, 喂啊, 自从鲍山派了上个星期拍了彩蛋之后 美股其实是继续开party的啦, 怎么说呢, 势不可挡的啦 虽然道指那些全部都在一个很高的位置 但是下面那些小型股各方面就各自精彩 是啊, 那我们看看有一位评论员, 另一位出名是KOL 那就是这个杨峰, 那就讲到美联署啊, 鲍山这个变革呢 是一个美联署的一个大反转, 大反转的冲动 这样的环境里面就要用到印银纸这一下去刺激那个经济 还有能够帮他拿票 何志光你的看法是这样 我的看法都觉得政治重要一点 因为特朗普是一个比较敌对的人 跟拜登的关系 输了政权给他的话 可能被特朗普的迫害、反击 拜登也会害怕的 因为太多骯髒东西在乌克兰 查起来也有很多东西可以查出来 换句话来说拼命 不是说选举上谦谦君子 大家都有牙齿人就要拼命 还未肯定 因为要看特朗普 究竟他会不会真正参选 又或者他有没有命去选 我们有些不肯定 两个老人家也是 所以如果特朗普真的没有人敢动 他真的拿到选举优势 赢了头几场初选 我就觉得应该会 拜登要落实要减息救命 是 杨风这里提到一件事 如果美国的国策 是偏向来近一年减息 就是印银子 那其实通胀就应该就会回来了 那其他西方的盟友都会偏向走这一步企 就是会是印银子 比较低息的 那那个世界性的通胀就会回来了 那大家现在在说 什么目标通胀2% 可能到时美国就 古灵精怪的 说说说说 不是2%是3% 4% 那这个呢 其实个别国家以往的经验 遇见高通胀 其实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来的 特别是对平民百姓 那我刚刚今天不知道 但是对那些资源国就很有利了 资源国很有利了 就是 就是 今天我看到 在Facebook 看到不知道谁说 就是 通胀是向 平民百姓抢钱 嗯 那这个可以理解的 原本想着有100万都够退休 几开心的 但是通胀的缘故 你那100万原来 哦 通胀之后 每一年 跌你10%的 那就是 今年拿着100万 明年 下一年 就买了90万的东西 一直是这样缩下去 那就变成了 越来越码了小东西 那这个是认同的 其实没有哪个国家 如果是hyperinflation 或者通胀太高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 人民方面有另一个艰苦的生活 那现在市场上说到呢 就 就是 减蚌色的了 那我们本台的立场呢 就是认为呢 就是有可能 但是不一定 可不可以这么说啊 何志刚 我也说不一定的 只是看特朗普有没有人选 但是不要紧了 但是不要紧了 我连特朗普有没有命 我都不敢肯定 哈哈 这个说真的一句啊 那不要理他了 作为一个市场中人呢 就是人家街醉 人家个个玩瘋 玩到瘋了 玩到瘋了 玩到瘋了的时候 大家是有两个选择的 但是一个选择就是 扮醉 和他一起一起来玩 不过你自己要清醒哦 知道有什么时候要离开哦 嗯 第二就是 哇那么危险啊 那我不参与了 那也是一个方法来的 那最不好就是 你醉啊 我不信 我就沽你 那就是和市场 那方向作 就是 反方向呢 和市场反方向呢 其实就是很拿命的 这件事啊 就是我就不会做了 这件事啊 那那 何志刚 我们看看这个 另外一个 那就是减息的缘故 说在催 那么 那 香港这边就在那里说了 就是 加息 周期结束啊 美国那张 嗯 在那 美国类加5.25厘 香港类加0.875厘 那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计 0.875厘 因为 我想他说P的嘛 应该是P的 应该是P的 那P的真的加得少的 加得少的 那 按揭界认为呢 就是香港 不跟加息的 明年呢 也未必会减息 OK 那这个 这个其实呢 对香港的投资市场 是有影响的 如果真的这样 不过啦 这样 这些事情呢 就是 未来 那季节发生的 那我们就 密切留意 但是呢 就 至于香港的息口问题啊 那些那些呢 那我想大家都是要 比较谨慎的角度 去看这件事情啊 因为很多人是在供楼啊 很多公司是在借钱啊 所以这个影响大 那我们 就是拭目以待啦 那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恒生指数啊 何志光 是 那这个短线图啊 这个短线图三 三个月的 那经过星期五的反弹之后呢 那又撞回那条 一万七千点的那条线啊 那那呢 恒生指数在下面 那条线呢 其实就不代表 它完结了那个声势 或者是 是 是有个很明显的趋势 其实全部都不是啊 就是 它在下面呢 其实在磨的底子呢 比较飘忽的 ok 那 那我们只能够是 继续观察啦 那 那看到明显的讯号 就是 就是 一些 重要的交易的决定 嗯 但是无论 我们什么时候都说了 你有七七四十九柱呢 在港股三万点的时候 没买 那跌到现在万六点 很多股票是顶位计起 那三折而已 所以 所以你有七七四十九柱 你分注落呢 那 我想都是很合理的 这个啊 但是如果 资金好像我这些那样 已经 已经有港股的了 那 那当然是 等齐信号才做的啦 那 那现在呢 就是一万七千点黄框那里呢 就是个转仓位来的 那就是说呢 要升穿上去黄框上面 大概一万七千五百那些 所以 站稳 形势良好 那才可以比较确认呢 是真的做了个底的 ok 那所以 现在就在 现在这几天呢 就是有个重要性在那里了 因为如果他碰到那个黄色框 能够站得稳在上面的 那又 叫做又 又行前了一步 ok 那我们今次看看有什么股票呢 是做得很转 有些很转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没那么恶劣了 那幅图其实就不可以的 就是稍微 你看见他这几天还是在下面的 但是有一点我想和大家分享是重要的就是 其实自从马云 有人找到一些文件说马云家族要卖股之后 十个百分之下来之后 其实那些成交是偏大的阿里巴巴 黄色编从哪儿 所以其实是ok的,有机会转完手之后,这波跌落就越来越爆发 接着就看,有一个sector做得很厉害的,1810 一把零小米,你看到虽然恒生指数多事之秋,但你看到站稳在颈线,14元的颈线 由低位上个十月,其实小米从上个十月见看之后一直到现在都是一个上升的趋势 还要站稳在14元上面,现在大洋竹星期五个日,其实是强势,究竟什么原因呢 我都说不了,因为其实小米的印象就是那些产品比较街坊那些 又不是很高盈利,可能是吹它,电动车那些 我就说雷军呢,有些方法是很厉害的,它对股价,或者领导公司 那无独有偶,下面二零一百,瑞星 嗯,都不差,有气息 那底做了两年,那底做了两年的底,现在是52周高,是两年的高位 那这些无端端这么厉害的,是不是有些好东西呢? 那在恒生指数多时之后,证券行的经纪说要倒闭 说说不知怎么办的时候,这些有确实股出现 那大家研究,那我所谓研究是,大家想想有什么原因 它可以这么厉害,不是,这里永远都没有这个买卖建议的 那,跟着,因为利息向下,所以呢,我们之前看得很淡,很不喜欢的股份 其实,在低位又有点息,有夹仓的情况之间 823点展,你看到又做到个底上来了,现在 升了差不多10元,我们骂过的,真是有一截 骂过的,这些,好股和坏股没什么所谓的,只要你们够劲 有沽空,只要有小小的消息就随时夹到你妈妈都迎不走 也都是很短的时间,有很大的升幅 那领展就是一个案子,那其实香港之前那些高息股 或者有息收那些,你看看三号煤气 也都是,这个一年图来的,比较短点,也都是急升的,这几天 所以不要看少那些,短期不要看少那些香港地产股 之前猜得很厉害,但是跟美国的息口有关那些 那些有机会夹的,OK 那何智光,这一节就来到这里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不要真的不要投资意见,纯粹拿出来吹水,这些大家夹头研究,OK 好,那下次见,拜拜 拜拜